韩国瑜凍算 希望重现韩流为例 韩国瑜的首场大型造势 9月8号将在新北市举行 为什么选在新北别有用意 韩市长本身是我们新北的中和人 所以他希望在第一站从他的家乡出发 那么最后回到他现在在驻守的高雄 韩国瑜从小在中和长大 而这场活动包括国民党主席吴敦毅 前总统满意久都会出席 而造势地点选在新北市的二重书洪道 来因预估参与人数将会高达10万人 当然从新北出发 那挑选二重书洪道幸福水样公园 我相信也能够看到 过去国民党执政的这些县长或市长 他们在二重书洪道 他们这边的一个地方建设 这个震机是前后任市长朱立伦侯友宜的 但他们两人却都无法出席 郑视伟表示是因为举行的时间太过仓促 才让他们无法参与 但在换于传言满天飞之际 这第一场的造势至关重要 能否凝聚来营支持者 让寒流继续护体 新北造势是关键指标 华文新闻 林季晨 黄韵晨 台北报导 我们最�毒地上 according 应该 是